我跟我說,然後追到有錢沒來 那個... 好啦,該來的吧,就來的 不該來的就來的 我們... 真的耶,好輕喔 這東西不是收水嗎? 我們常常常比熱嘛 比熱都很清楚了吧 比熱就完兩禮拜了 對,一眼開的 所以,比熱大了 怎麼樣?有沒有說比熱大? 比熱小? 嗯 屁股大,屁股小 什麼都比熱大,什麼都比熱小 就是屁股比較大跟屁股比較小的大 比...比那個... 比水 一...一公克上升 一度 還要...還要...大 什麼意思? 比水 比水拿到...比水拿到一熱量 池上升的溫度 還要...還要高 是什麼 就是比熱大 來,那個照顧你做什麼 啊...就是一公克 需要多少熱量 還有多少 這是比熱的定義 對不對 一公克的物質需要多少卡的熱量 比熱大就是... 很好 比熱大就是...不好費 比熱大不好費成 比熱小比較好費 OK 好 這說法可以接受 比熱大的東西比較重會費成 因為它需要比較多的熱量 來讓它...增加溫度 對不對 比熱的定義 來再說一遍 比熱的定義 給我們再說一遍 什麼是比熱 嗯... 愛懂的是誰 它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量比較多 它是誰 我是...一公克的物質 OK 非常好 一公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吸所需要的熱量 上升或下降一度吸所需要的熱量 就叫做比熱 我在講比熱大比熱小 我並沒有告訴你們比誰大比誰小 所以它...假設我先放一遍 1.5跟0.3 誰說比熱大 誰比熱小 0.5 0.5 0.5大嗎 好 那你看到一個說 比熱是0.5什麼意思 比熱是0.5什麼意思 1G要用... 呃... 0.5的... 那個... 比熱 一卡... 一卡的熱量可以讓我們出去上升 啊... 不是啦 剛好顛倒了 是0.5 0.5卡可以讓1G上升1度啦 對沒有錯 0.5卡就可以讓1克的東西上升1度吸 所以比熱越小 表示它越容易怎麼樣 上升溫度 越容易被改變溫度 不見得是沸騰喔 不見得是沸騰喔 像剛剛猴子講說 沸騰它指的是液態 那如果是固態呢 你比熱小就越容易沸騰嗎 不一定喔 就凝結了 不一定喔 就是說假設我 1克的木頭 跟1克的水 水的皮真的大 水的皮真的大 那其實它水比較容易沸騰 對 因為水的本身就是液態的嘛 它100度就沸騰 那木塊會不會沸騰 木塊可能要到幾千度都還不會沸騰 然後直接就燒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 剛剛猴子的假設有潛力 假設同樣是液態 同樣的狀況之下 但是事實上沒有辦法同樣的狀況 就拿水銀好了 水銀也是液態對不對 水銀會不會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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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每顆屋山都不會啊 所有的屋子都有三態 所有的屋子都有三態 哪三態 哪三態 物態、液態、液態、液態 物態、液態、液態 物、液態 對不對 我沒有液態 物態、液態、液態 所以到時都有物態、液態、液態 都有這三態 只是你看過沒有 比如 我們看到那個鋁門窗的鋁 看到它是什麼態 物態 氣態 我加熱會 會變什麼態 液態 再繼續加熱 液態 怎麼會沒了 就變氣態 它就會蒸放 你看不到 它應該要從物態變成氣態 這樣才可以看 也有很多東西啊 不見的也看不見 因為 有些都會變成氣態 它是有顏色的 山花 年間 有些變物態 變氣態是有顏色的 所以你只看得見 所以我們再想一下 煙霧蛋的霧 不見得是氣 它可能是小顆粒而已 只是小顆粒而已 就跟你看到雲 雲是氣啊 就是物體還是液體 雲 雲 雲是液體跟氣體啊 液體跟氣體 啊 雲是氣體啊 雲是氣體 水蒸氣 然後集結在一起 比較高的雲 比較高的雲 應該是固體 它是冰晶 是小冰 所以說 先不打他囉 碰到 所以它應該介於 固體跟液體之間嗎 固體 它是跟固體跟氣體混合 空氣 冬天包含了一些小冰 碎冰 那 你如果說比較靠近山 譬如山 我們要山上起步了 可是我們山下看會覺得山上有雲 對不對 那個應該是小水滴啊 小水滴 就是你看那個東西是 在插索組的位置 是會結冰還是不會結冰 如果它會結冰的話 小水滴會結成小冰晶 對不對 如果它除了位置不會結冰的話 那它就是一樣的小水滴 那因為小水滴很小 所以看起來它是白色的 所以修衣也是白色的 是 好 再回來比熱的話 再回來比熱 還是要講 因為同學其實剛剛在講很多時候 大部分的同學 沒有像榮軒講的音是一卡 有些同學是說 就余熱量啊 什麼叫余熱量 余熱量 余卡 好 所以你在 我們在學習這些東西 讓你 進了你的 定義要清楚 你熱量是什麼都不清楚了 我想一時間 什麼一時間 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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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比熱的意思是 每一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 它需要一卡 它就是 比熱是一 它需要兩卡 它比熱就是二 它需要十卡 比熱就是十 有沒有比熱是十的東西 應該有吧 沒有吧 沒有那麼大 我印象中所知 比熱水就是很大的 比熱是一就是很大的 連多一點多 我還沒看到二的 一點多 挺多 但是很少 比熱大部分就是一 好 再講一遍 說不定未來有可能 好了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陸地 這是海 這是陸地 這是海 好 請問一下 陸地跟海 誰的比熱高 海巴 蛤 海 海 海的比熱高 對不對 因為海是水座的 我剛剛講 大部分的物質來講 比熱會比水小 不是比較水小 是比水小 好那個 海都比熱比較高 所以我太陽照 會有熱的照 熱傳下來 誰先熱 海先熱還是陸地先熱 海先熱 陸地先熱 為什麼陸地先熱 因為陸地的比熱比較低 陸地的比熱比較低 陸地的比熱比較低 對不對 我同樣接受太陽的熱量 每一個時間 每一個單位的時間 又每一個小時 陸地上手接收熱量 就是海主接收熱量 是不是差不多一樣高 對不對 所以陸地 切收熱量 不會高於海 但是陸地 因為它是比熱比較低的 所以溫度會上升比較快 所以像大家 夏天的時候 你去經過馬路上 你踩在地板上 你會覺得很燙 對不對很燙 我都四腳的時候 不是穿起來 會覺得很燙 你去摸車子 車殼 可能會更燙 對 對 晴天 對 那如果說有一盆水 你看一下曬很久 你可能會覺得燙 可是跟地板的燙 跟車子的燙 也沒有 就是香蕉 同樣曬太陽的時間 一樣燙的話 水的霧面那麼高 好 那回來看一下 這邊的海比較低溫 對不對 這邊比較高溫 然後呢 高溫的表面上的空氣 因為相對溫度比較高對不對 就是溫度 這空氣會上升 這溫度就會上升 上升之後怎麼樣 哪邊的空氣會扶過來 空氣 海上面的空氣會扶過來嗎 這對游是不是 空氣就對游了 所以人站在這邊 會覺得風怎麼吹 這叫吹海風 所以白天 我們會不會吹海風 因為陸地的比熱比較低 溫度上升比較快 所以它上面的空氣又跟著上升 上升就是飄走了 那海邊的空氣 上面的空氣就飄過來 所以我們吹海風 好了 那到晚上 到晚上 開始降低 整個空氣的溫度 開始降低了 對不對 所以 不管是陸地或海的熱量 就往上飄 就飄到空氣裡面去 就上到空氣裡面去 誰上比較快 為什麼在海 為什麼在海 是哪裡 誰上的比較快 陸地 陸地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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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被改變 它上升了快 它下降很快 所以陸地的溫度下降比較快 所以溫度下降比較快 所以溫度下降比較快 回過來了 這個溫度是低溫 對不對 這邊變得很高溫 反過來 放熱的時候 也是用那個 比熱算髒 所以它一定比較快 比較快 沒錯 高溫 所以這邊空氣會往上升 這時候呢 風就會從陸地吹過來 所以你看 一般來講 它嬌心 透層 經常會有落山風 晚上的時候 那風好大 好像台風 比台風還大 這樣 很可怕 你們沒有在那邊拍過 那時候我在教室待了十幾年 我在頭城上課的時候 經常遇到一種 就是到晚上 班旺的開始 那整個風這樣 這樣吹很大 你修音怕的部分 是啊 就是吹的是陸風 是從陸地上 從山上往下吹的 然後風很大 好 所以 比熱的高低 唉唷 吹的東西出現了 我就說有人 沒有人 然後 你剛剛什麼 不是要改靠 可是 上課時間總是要跟我講一下 對吧 對 對 好 呃 在這上冷桌 這邊 有一個現象 還是說一下 水 很特別 顯示什麼樣特色的一個物質 所以我們如果說把這個溫度 就是個體積 這樣來看的話 一般來講所有物質都是熱上冷桌 熱上冷桌這個畫線要怎麼畫 好 先要這樣畫 還是這樣畫 這個比較對 第二個 第二個 所以溫度的增加 體積變大 這個意思 是不是這樣不錯 對 對 這個溫度的增加 這個來講是體積變小的 這個不對 嗯 好 那一般的物質要熱上冷桌 水也是 水在4度C 的時候呢 他要做10分間 4度C以上呢 是熱上冷桌 4度C以下呢 是熱縮很脹 所以冷的時候會是要脹臉 因為冷脹就有毒 好 這條件 好 這條件講是0度C 0度C 0度C 這個方法他會叫什麼冰 冰的話 他體積就是 會有一個 會變得比較大 好 好 那我們觀察這塊的現象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這塊現象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 那 你說 對 試圖接受水是體育最小 他這什麼好處 可以喝很少 然後進去後會很多 水結冰的時候 他只有差一點點還沒有差 所以結冰的時候 怎麼都浮上了 因為他體積變得更大 所以結冰的時候 他體積變得更大 所以他就浮到表面上來 同樣的喔 假設現在1度C的水 4度C的水在這裡 4度C的水在這裡 好 這是一個浮 温度 他們都會先冷 假設我現在外面的空空是0度C 外面很冷 是不是表面會太結冰 對不對 表面假設已經結冰了 現在冰的溫度會很大 船 這一塊的冰 這一塊的水是會太降溫 快到0度C了 溫度會很大船 好了 因為 越低溫 體積越大 表示密度越小還是越大 密度越小 密度越小怎麼樣 會浮起來 所以就溫度分布來講的話 他最底下最底下 都會一直在4度C 因為他密度比較大 他體積最小 密度比較大 所以對雨來講 對一些海中生物來講 他做的好處 我就跟外面在哪 長得像4度C 我外面結冰了 第一個結冰之後呢 他表面上就有一個 防止溫度往下傳遞的一個功能 第二個是 我只要比較低的溫度 我就往上升 水就會浮起來 水就浮起來 所以這邊可能是1度C的水 這邊可能是1度C的水 這邊可能是2度C的水 這邊可能是2度C的水 我底下桶是會有一層水 是4度C 哇 你省略了3度C 長得這樣掉了3度C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比較喜歡 好處是3 好處這雨不會變冰塊 怎麼就可以抓雨了 抓雨 什麼時候從頭抓雨 中底下也不知道 不過他們已經都在視頻 所以你看有些 國外他們釣魚是在那種 冰塊中間打個洞 沒有 他在放釣釣釣釣釣釣釣魚 你以為是 沒有那是真的 永遠都有這麼一個機會 在這個水底下 最下面的地方是 液態水 所以雨就容易生火 雨不會被凍降 雨不會變冰塊 雨還可以游動 雨不會變散 好 假設冰塊的溫度 假設冰塊的密度比較小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都結冰 全部都結冰 他從底下來結冰 他說一結冰就沉下來 一結冰就沉下來 從底下開始結冰 那冬天那麼長 譬如像我們今天冰的事情 一個冬天是100年200年300年 那整個河都結冰了 整個湖都結冰了 那所有生物都死光了 是不是 好所以因為水這個特性 也造成了這個生命可以存活 在冬天都可以存活 好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好 然後 我們再看一下因為比特的關係 假設你生活在一個 內陸型的國家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像德國 北京 哪裡 德國 德國 或者是我們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沙漠國家 你有沒有聽過去沙漠玩的時候 天氣的變化非常大 巴斯基賓 有一個沙漠沙漠 巴斯基賓 比如說你在這個 這個非洲,非洲怎麼掛? 四十三公里多 非洲我不會掛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 一個月圓星的東西就好了 在這個沙漠地區 一般這樣,沙漠地區在陸地的比較 尾度稍微高一點的地板 比較靠近陸地的中間 通常在陸地的中間 比較靠近海的話,它會有得到海面的水氣 它其實有時候,像愛奇那邊也會有沙漠 但是通常來講,因為它有水氣的影響 你還是有辦法去阻影,像杜瓣那邊 杜瓣那邊雖然是沙漠,它也會有海 所以它基本上它會去想辦法 可以充空中和活的水分 但是如果說沙漠地形的話 沙漠地形,請問這個地方有沒有水? 水多不多? 不多 水很少對不對? 都在地底下 都在地底下 你看它表面上的溫度 表面的溫度 那大白天的時候,溫度怎麼樣? 一下子上來,非常高溫 六十幾度 最高給它六幾度有可能 到晚上的時候呢 它突然下去了 六十幾度 給它零下十度左右 所以那整個溫度的變化非常激烈 到白天非常熱 晚上非常暖 那你會因為天氣的變化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會有一個情形喔 它石頭就會容易崩裂 然後就變成沙漠 你看,大白天 噓!膨脹 到晚上收縮 大白天膨脹 慢慢就裂掉了 石頭就裂掉了 從大石頭裂成小石頭 小時候再裂成小石頭 變小的時候 在小時候再裂成小石頭 慢慢就變成沙 所以沙漠沙 為什麼那麼多沙子 這樣天氣變化很壞 還是有影響的嗎? 它變化非常大 像我們爬雪山的時候 記不記得 我們在舉個圈骨 看旁邊的石頭 為什麼旁邊的石頭 圈骨啊 整個圈骨底下 南骨啊 對啊,南骨圈骨 整個那個斜坡都是石頭啊 因為草死掉了 草死掉為什麼石頭 它就變石頭 因為處理裡面的石頭 沒有石頭比較少 我們今天可以講一下 一開始這個石頭 是一大塊的石頭 還是一開始是小小石頭 小小石頭啊 為什麼一開始是小小石頭 因為 一開始就是小石頭 小石頭怎麼形成的 一開始一定是大石頭 為什麼一開始是大石頭 為什麼一開始是大石頭 因為你剛剛有懷疑小石頭 不是啊 因為我是按摩摩出來 然後再跟水 碰到水 它就一定會先變成大石頭 它不會是那麼小的石頭之類的啊 對 一開始都是大石頭嘛 對啊 你剛剛說有石頭怎麼形成的 對 那大石頭怎麼變小石頭的 石頭怎麼變小石頭的 是不是 那邊有一個人 因為天氣很冷 它就想要運動 它鐵球沒那麼小石頭 把石頭來吃 大石頭是什麼 講神話 你剛剛說大石頭怎麼出來 大石頭就是火山噴發 或是從海底下冒出來的時候 它因為地板擠壓 它把整個地板擠上來 地板擠上來 它不會擠人碎碎的那麼小塊 它擠上去大塊 像那個大壩尖山是不是很大一塊 它整山頭都是一個大石頭 這是標準的山的樣子 一個石頭的樣子 可是大石頭 南部大山那個圈谷的大石頭 為什麼會變小石頭 三崩 三崩 因為那邊的水就比較少 所以溫度上升跟下降比較快 然後它就 B4 B4 G2 居然有原因老師 因為冰河時期 整個石頭 裡面它可能有些縫 滲水下去了 然後結冰 結冰之後 冰會膨脹 2 冰膨脹之後 就把石頭給撐爆了 2 然後 晚上呢 到白天呢 它變成水 因為那個 太陽晒 晒晒晒晒 又變成水 融化 又升進去其他的石頭裡面 然後又到晚上 又結冰 又爆裂 但是慢慢慢慢的 這樣之後 複子之後複子慢慢的就 變成小石頭 你知道嗎 在那個 以前啊 古石頭他們有時候 要把那個大的石頭 拆解 對 那人類經過冰河時期 哪裡 人類 人類 人類經過冰河時期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有吧 假如那個 印尼的那些 科石 是真的 他們 人類就一定有經過冰河的事情 科石 你發現 人類跟那個恐龍 在一起徵活的科石嗎 好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科石恐龍 對 有時候畫家他們喜歡把一些物體放大 因為 你看到一句話 他蘋果會放很大 他只是想跟一隻蜥蜴玩 可是那時候也在幻想 他就把蜥蜴放大 那時候又有這個畫袋 好 再講一下 藝術石 不是把門縮小 放在一些 蜥蜴的物體上 好 那 我剛剛講 講那個圖 講 石頭 然後我剛剛反而想一個事情 你看一下 一下打到 蛤 對 以前啊 譬如你蓋房子需要石板 你怎麼去做石板或石塊 去讓火山噴發 好 你需要一個石磚 還有火山 你怎麼去做出一個石磚 倒水 倒水怎麼樣 然後抓冷風 然後讓他結冰 事實上沒有錯 他是這樣做 他當然不是倒水 結果這是一個大石頭 嗯 然後這上面的磚口 哎喲 我看你磚口 這磚這一排的口 喔切割耶 讚 好 鑽著一排 一排 他有什麼鑽啊 鑽就比較簡單 就拿電鑽慢慢鑽 電鑽 以前沒有電鑽 就用鑽口慢慢鑽 一樣可以鑽 那不是這樣一直敲 敲也可以 反正你就想辦法鑽個洞就對了 好 鑽洞比較簡單嘛 你要把它鋸開就比較難 以前 那麼多東西 你本來鑽 反正 反正那時候 你知道嗎 那時候的人 因為人工便宜啊 我可以說 阿姆我看你手 那個小 阿姆才小時候 13歲的時候 阿姆你不錯 你的手工 你的手蠻小的 大家來風一起來 當那個師父 我們來鑽那個 鑽那個柱子 廟裡面要鑽柱子 阿姆有了嗎 有啊 就一個月 二兩年只請你啊 然後就請你一輩子 那個人 那你一輩子這樣鑽 鑽那個柱子 一鑽要鑽100年 鑽100年 鑽20年 鑽40年 這樣鑽啊 你有沒有去過那個 三峽清水祖師廟 沒有去過 有空可以去一下 三峽清水祖師廟 我二十幾年前去那邊去看過 他們那個 他們真的廟 以前比較老的廟 他們真的就請工匠 每天在那邊鑽那個 那個廟的屋頂啊 廟的窗戶啊 廟的柱子啊 他就每天那邊鑽 每天那邊鑽 鑽多久啊 要鑽很久 能鑽十年好了 這個柱子把樹上去 然後再鑽 再鑽另外一個 再放一個 所以他一個廟都會用很久 這個石頭也是一樣 反正工人不用錢 來 那就 鑽你來 你把這個石頭 找幾個洞 不要 找兩個月 找出幾個洞 水倒進去 經過這個洞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切出一個石頭 那也不必了啊 下面那邊沒有切啊 那你想辦法找過去嗎 你要撐下去 再把它挖出來 當然這個東西 我沒有經驗 但是你 事實上沒有經過計算了 不需要找這麼多洞 你有時候力量夠均勻的時候 他可能是兩個洞 又可以整個洞 不是啦 那裡面的石頭 還不進去扣嗎 那你下去 插幾個洞 你還要把它挖出來 它最下面還是要有石頭 事實上你知道嗎 石頭的裂 它不需要 你看嘛 就像掰蘋果一樣 你把它掰開 你不是 不需要一把刀 一定要從頭切到尾 它只要前面撐開 它怎麼就裂開了 勢如困 對對對 這就沒有撐開啊 什麼沒有撐開 你說什麼都沒有撐開 石頭最下面那一面 沒有分開啊 為什麼 它就自動撐下去 你看就像一個木頭 你要用斧頭去拼木頭 你要找紋路啊 這木頭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拿斧頭 劈進去一點點 它就整個就裂開了 可是你劈進去 你沒有把它 你說 出來的石頭 可能不是這麼方針對不對 對啊 那反過來再做一次就好了 蛤 對啊 這很不難 在幹嘛 我還有一個石頭裝過來 反過來再做一次 反過來這邊再鑽個洞就好了 那一塊就騙人 它一打就 讓水這樣流進去啊 就把它石頭立過來就好 對啊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做另外一遍嗎 是 或是 好 好 那後來 現在就不用這麼辛苦 現在就是直接把洞挖開 之後就賣炸藥 就開了 那他們在開那個什麼大石頭 都也嘗試這樣做 對 旁邊那位同學 你還好嗎 好 你還好 還好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 你說埋栽藥是埋栽藥 埋栽藥 就 你把洞挖出來 就以前啊 一天灌水對不對 灌水要等結冰 而且那個冰要 就是 不是每次結冰 都能夠很順利的 就是把它裂開 可是 我沒有辦法等 我今天埋栽藥 我把沙灘埋栽藥 就炸開了 糟糕耶 不會炸碎 就是要控制那個量 要控制那個量 那個需要經驗的 好 我們上次有講過隔溫對不對 什麼隔水溫度 真空 真空是最好的 因為真空 他沒有東西跟他做接觸嘛 所以他就不容易傳遞這個 好 好 好了 那我們進入化學 可以吃 化學 可以吃嗎 有些東西化學 當然有些東西可以吃啊 現在去不到吃的東西 也是化學物品 對不對 可以吃的 好嗎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好嗎 可以吃